一位患者颈部不适看了三年 找了多位医生 最终还是确诊为关心病心脚痛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我的一位患者是运输公司的司机 经常出现颈部不适 每次都是活动或者爬楼时出现 结果很出乎意料 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 再也没有发作过 这位司机才50多岁 近来经常出现颈部不适 腌部有紧缩感 伴有耳后的疼痛 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运动或者劳累后出现 有时爬三楼也会有发作 休息之后能够缓解 像这位患者平时他有高血压 经常吃降压药治疗 血压基本上控制正常 有时喝点小酒 还经常抽烟 由于患者表现为颈部的不适 先后看过多科的医生 耳鼻喉科 推拿科 外科等都多次就诊过 也检查过 但是没有结果 症状还是继续的发作 有一次到我门诊 我根据患者的发作情况 考虑患者每次发作时都和运动劳累有关 加上患者有高血压吸烟等心血管的危险因素 不排除关心病心脚痛的可能性 于是给患者做了冠状动脉噪影 结果发现患者冠状动脉血管 接近90%的狭窄 这就是引起颈部不适的根源 原因找到了 给患者放了心脏支架之后 症状很快就缓解了 后来随访半年 症状完全消失 关心病多数的症状比较典型 但也有不典型的表现 要学会区分 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典型的心脚痛表现为 一般疼痛的部位在胸骨、正中 或者左前胸部 每次疼痛 多数有劳累、情绪激动、惊吓、饱餐等诱因 表现为闷障感、烧灼感 或者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严重的表现有一种快死的感觉 也就是我们说的冰死感 有的人可以放射到左肩部 或者左上肢、内侧 以及左手的小指、无名指 每次持续数分钟 休息可以缓解 或者含浮、塑溶救星丸 等急救药物之后 一到两分钟之内可以缓解 不典型的心脚痛有以下表现 疼痛可以表现为上腹部、咽喉部、颈部 甚至表现为牙齿的疼痛 有人表现为持续隐痛不适 也有的人表现为发作性的哮喘、晕厥等 因此这些不典型的症状 我们需要警惕 考虑是否关心病心脚痛一般有规律可循的 第一要看危险因素 对于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患者来说 出现关心病心脚痛的概率比较高 经常抽烟 三高的人群出现典型或者不典型的症状 都要考虑关心病心脚痛的可能性 第二要看年龄 高龄人群出现关心病心脚痛的概率显著升高 同样是胸痛不适 年轻人与老年人相比 考虑关心病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三看症状 与劳累有关的典型或者不典型的表现 都要考虑心脚痛的可能性 因此对于有三高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朋友来说 尤其需要注意不典型心脚痛的表现 如果诊断不明建议找心血管专科医生就诊 排除关心病的可能性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关于关心病心脚痛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请您在线留言 我们共同讨论 欢迎您关注转发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